美国现金的状况非常糟糕 只要有理智的人 甚至脑细胞不用超过两个以上 都会觉得现在这样不OK 十一住行全部都在被攻击 经济烂成一团 史上最高的通货膨胀 我们连基本生存的物资都缺乏 例如像说婴儿奶粉 不止这个样子 我们的枪击案 暴力犯罪直线上升 整个国家的秩序都在动荡 最令人害怕就是 我们的能源 整个价格大爆表 很难想象我们的政治人物 怎么可以烂得这么完美 就像我们以前高中的时候考SAT 上面只要写名字就有400分了 但是就是有人可以拿到200分 直到我们发现 这一切不是他们犯的错误 不是因为他们很笨 而是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这就是他们的进程 以下是Joe Biden的解释 然后当时到油价值的 我们在进程中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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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领导人在做的事情 你现在感受到的痛苦 不是他的错 而是他的计划 特别是在能源的价格上面 每个人都过得很苦 很多家庭不知道怎么加油 汽油的价格也高到了影响到其他产业的价格 所有东西都涨价导致通火膨胀 这个是十几年来他们的计划 对他们这些世界领导阶层来说 这一切是好的 都代表着进步 都代表着转型 这就是我们这些 什么都不懂的老百姓想要的 应该要的 按照我的计划 按照计划 电商量 理账率 也不轻松 所以想疫情带我们带来 我认为 我推薦一个转移动 在 2008 你承受益拿着 豐富的价格 我们必须找到 如何增加磷上 到非洲的层上 where it is now more than $10 a gallon. 剛剛看到就是歐巴馬跟他的這個 前能源部長說的話 我們現在過的生活 就是他們這十幾年來 一直向往而且期盼的目標 這些人就是計劃我們未來的這群人 這些人就是創造我們未來的人 他們沒有在隱藏 如果我們不反抗的話 如果我們讓他們持續掌權的話 我們的未來就會變成他們想要的那個樣子 中國共產黨叫這個叫做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現在我們的這些領導階層認為說 美國準備好了 是時候進入到 真正的社會主義了 我是Ethan 歡迎收看今天的AI News 這幾天我發現 我們認為拜登很笨 民主黨神經有問題 左派腦子有問題 才會造成我們現在的困境 一切都是一個意外 但是其實不對 或許民調會這麼低是個意外 或許拜登政府 會接受到這麼多的批評是個意外 但是通貨膨脹 能源價格飆漲 開放邊境 各式各樣的族群彼此鬥爭 並不是個意外 而是一個非常有戰略性的行動 就跟拜登說他會保護台灣 然後白宮說不會一樣 是戰略性的模糊策略 拜登做到了他之前的人都做不到的事情 他們已經說了十幾年了他們會這麼做 但是沒人聽到 我也沒聽到 直到這次的這個 World Economic Forum 世界經濟論壇的會議 這個組織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群有錢人 國家領導人 世界的精英 聚集起來在瑞士一起開會 來制定整個地球未來的方向 他們說 未來就是他們創造的 要是更加密的 希望我們也要說 要是更加密的 未來的未來 未來的未來 不會 未來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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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要說 我們有信用 改良的國家 但兩者 必須要有的 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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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防止 企政這樣像多個大型的社colo, 在能整個公開政府的不僅僅 Bai, 地理論的社 Ну점多是百分之之的 讓我們長執定理 outside 沒錯大家會有多個成果。 這是有 맞는不同的緣集 去發展進行發展 與世界上的發展 剛剛你看到的那段 到底是什麼啊? 如果剛剛那段是 電影007的電影片段的話 我一點也不會覺得奇怪 而且他的口音超適合的 The future is not an accident, Mr. Bond The future is built by the eyes We are the one who built the future If we collaborate together 什麼叫做陰謀集團? 陰謀集團就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 討論要怎麼合作達到他們的目的 怎麼樣宣傳 利於他們的私慾、信譽、他們的個人、權利 在政治上、宗教上、生活上 如何控制他們以外的所有人 所以說各位看到世界經濟論壇 剛剛說的會議 絕大多數都是在私密的地方進行的 現在這個社會他們連隱藏都不用隱藏了 而且這裡不只是國家領導人而已喔 像聯合國那個樣子 也不是宗教領導人 像說教宗邀請一堆其他宗教領袖一起開會這個樣子 也不是經濟領導人 而是那些人全部都聚集在那個地方 討論要怎麼控制未來的方向 為什麼他們會在瑞士一個沒什麼人知道的地方開會 為什麼他們不在聯合國開會 為什麼他們不在歐盟開會 為什麼世界各大行業的這個經濟政治領袖要在那個地方開會 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想法不會被一般的民眾接受 沒有人會投票給讓油價上漲的人當總統 沒有人會投票自願的把所有的權力給一個國際型的大政府 來掌控所有人的人生的會議 但是這個就是我們未來的方向 我們不管人在乎什麼 我們要在乎的是未來 這個就是所謂的陰謀集團 就是這個世界 Kabal 唯一抵抗他們的方式就是我們脫離他們的生活模式 就是獨立自主在教育上經濟上生活上靠自己 而且跟自己有相同理念的人建立一個社群 不然就會被他們的未來控制住 男家兒童和尚團現在開始報名了 男家兒童和尚團成立於1998年 曾到紐約波士頓華盛頓特區夏威夷等多處演出 並參與國內外各大音樂節 榮獲各大獎項均取得優異成績 從即刻起接受報名 課程均由專業指揮教師指導 每個星期六下午有分4到8歲 9到12歲 以及13至18歲不同年齡段的課程培訓 歡迎打電話 626-779-6767報名諮詢 或是登陸網站填寫資料報名 按鈕 感谢观看